Hello Hello 又是我北基道和大家見面的時間 我們這個頻道 希望可以教大家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趁勢價值投資法 趁勢就是顧名思義 要趁勢頭這個趨勢 去尋找自己的國際形勢 裡面產生的一些事實 或者地區形勢產生的事實 作為一個結果的基礎 從而判斷他 怎樣去作出一個價值的投資 其實在我首播的時間 是8月中 其實是我錄的 我當時給了一個 information 大家的 在一個禮物包 禮物包說的是8月底 其實那個 香港股市大致去到19,250元 其實在上星期三的時間 已經破了這個位 等星期四打風 半日市竟然可以有七百幾億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還是要推翻 推翻上去 升七百幾點 這個是近期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和啟示 當然 在美國也會產生一些變化 而影響了現在這個 這個市場的運作 但是我講講就是 為什麼它會上升 它上升 由一萬九千幾 一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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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萬九千 破了二百 一萬一千幾 一萬一千幾 一萬一百幾 但是為什麼會升上去呢 主要就是中美 簽訂了那個 中概股 在美國上市的底稿 可以在香港這個情況 去看文件 在中國的地方 看這些文件 可能觸犯這個國家安全保密 所以 最後大家 找了第二個地方 就是香港 這個趨向是會簽訂的合約 現在去到其實是在 最後的階段 但是是否會落實 你不知道 但是這個消息一傳出的時候 在二十五號傳出來 在美東時間晚上傳出來之後 就會令 令到 香港的股市收到的消息 就是 哇 很大的震撼 所以極速反彈 在這個情況上面 這個是我從來都猜不到的 因為這些是很 HIGHLY CONFIDENTIAL的事情 突然之間的消息傳出來 但是 星期五又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 那個契機就是說 大威爾 聯署的主席 鮑威爾在一個演講 就說 我們會長時間 去會 穩定 通脹 要壓抑通脹 其實大家都可能想 九月加息是 0.5厘而已 未必可以去到0.75厘 因為大家都會向好 看好 因為為什麼 壓抑下去 但其實都是實際高 但 爆威爾的信息一出之後 就是換句話說 恐慌指數 大家的憂心 擔心 諸如此類的情況 就從33,000多點 一聲跌了1,000點 跌了下去 就剩下32,000多 剛剛的 昨天星期一 其實就是在做一個鞏固的情況 都是要跌的 都是要跌 跌8多點左右 昨天晚上的收市就百多點 也都是 希望告訴大家 訊息就是 趨勢已經見得到了 但是我們依然是 我依然相信 事實 事實告訴我們香港的股市 是 易跌難升 就算有這麼大的利好消息 這麼大的利好消息 但是都推不上去 就是說 全球現在的通脹壓力 糧食問題 打仗問題 燃油問題 這些都會困擾著我們未來 整體的投資方向 還有就是 千萬不要用 一個 耳朵去看東西 只是聽而已 我們要親身感受這個市場 如果大家 覺得現在的市場是 蓬勃的 大家出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蓬勃 有沒有哪些食肆 是需要排隊 有沒有 一些大牌子 會在這些時間 推出一些新產品 勞力士從來都不會跌加的 為什麼會跌呢 所以 諸如此類 凡此種種 我希望給大家一個很重要的 信息和契機 今天 全球是會因為某很多種情況現身 這個 就真是 真是一個 大家要 要 要 不可以獨善其身 香港是什麼型的經濟體 都沒有任何問題 你怎麼搞它都是沒有問題 但是 它真的有問題 真的有問題 因為你有病 現在 中國的經濟會不會影響我們香港 有 香港會不會影響自己香港 有 香港的政策都會影響 防疫政策 或者其他的政策 都會影響著我們的經濟 如此種種 我希望大家 一定要小心你們的投資 怎樣可以在價值 投資上 獲得你的回報 好 謝謝各位 下一次 我們再見面的時候 我再給其他 Hello Hello 我們繼續 剛才我們講到 就是 中美兩個國家 因應這個中概股 退市 達成了一個底稿的協議 這個很重要 這個重要度 是 可以令香港半日市 極速反彈700多點 而成交額有700多億 現在來說 每一天的成交 如果是多過1,100已經會多了 近期這兩個星期 800多億 900億 左右 你想想 單日半日市 可以去到700多億 換句實在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的契機 但是 又被另外一件事 蓋過了 就是因為 聯儲局 爆威爾 說了 那個釋口問題 但是 我也想跟大家說說 底稿的細節 是什麼呢 我得到的 information 真的要讀給大家知道 中美簽訂了這個審計聯合公佈之後 你需要知道的事項 就是 簽訂了 對中國 大陸和香港的審計機構進行調查 和這個檢查 包括檢查上市公司的審計底稿 就是 哪個人 後來原來這間公司 有些什麼 股東投資 哪些是他的董事 shareholder 是哪些 director和shareholder 有分別的 遲些我會跟你說什麼公司發展 兩個國家的貿易爭業背景下 這次達成了這個 監管機構的合作 進一步去做這件事情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這件事情 原來是一個事實 是一個結果 但是現在還沒執行的 重要一點 大致大家都已經知道的方向 就是說 在香港 去做審計 但是另外一件事 我們又會衍生的 這個就是 有了事實 就等於結果 這個就叫做結果體現大法 但是結果體現大法 我們都要用第二步去想事情 大家記不記得 第一步先找到一個結果 好了 找到了 怎麼想呢 那就是叫做正反信譽思考法 我想問大家 在這個時間 扔出來這個information 大家都會知道 是一個好的結果 就是有辦法商量 至少去到現在 on processing 就是ING 進行式在宗 最終趨於大家會達成協議 已經講到這樣了 那就是好消息 利好消息 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 因為現在缺乏消息 好了 但是 我們怎麼知道它是利好消息 所以 判斷就要用正反 順逆思考 大法去想想 現在這個時間 都未簽定 他們就講了 可能10月才會執行的 就是還有一些時間講 還有一些時間談 那是不是令到市場 是有一個 和暖一點的氣氛 不要這麼繃緊呢 好了 但是我又想問 大家記不記得 7月28日 在世界上發生的是什麼事 7月29日 就是佩洛西議長 就離開了這個 美國本土 去這個亞太訪問 第一站 新加坡 那架飛機就飛出來 大家就已經keep check 住它 去整個行程的情況 但是 美國的總統拜登 和中國的習主席 我們的偉大領袖 聊了兩小時 原來這個部分 未必是他這兩小時裡面 聊了的問題 因為這幾個星期 我們不斷收到消息 就是說 習主席曾經要求 拜登 阻止佩洛西 但是佩洛西真的去了 這個就會衍生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是事實 我覺得 習主席已經是 出了聲 叫阻止 但是拜登 就是一個非常 狡猾的政治家 因為他7月20日已經說 喂 這個不是好時機 不過不是說 我說 是軍方說 合不合理 說了 大家如果聽我的頻道 一定會知道這件事 但是我們不知道這件事 就是說 原來他們只是談這件事 不是喔 聊了兩小時 原來還談了一些Deal 什麼Deal 這件事 喔 喂 大家談生意啦 那些我就盡量配合了 但是都沒有辦法的喔 軍方的東西來的嘛 軍方已經告訴你 不要去啦 這個不是一個時機 我也沒有贊成他 但是 他是國家第三級 第三號人物 我沒有理由告訴你 你不行 去了我炒你 我沒有這個right 所以 拜登就跟習近平說 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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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喂 搞些事情啦 不要再這樣啦 不然經濟會下行的喔 越來越差的喔 你又需要外匯啊 這樣如果全部對市 對你不利喔 咦 是喔 那可以怎麼談呢 那不如我們就盡快搞定個底稿 喏 退市那裏呢 就不是我叫你退市的嘛 是啊 是啊 特朗普的嘛 特朗普告訴你 喂 我都不知道你這些什麼什麼公司 對不對